在歐美國家很受到歡迎的廉價航空 這幾年也在亞洲打開了市場 像是亞洲航空從台北飛到吉隆坡的航線 兩年以來的載客量成長超過八成 不只是想要省錢的背包客 很多商務旅客也非常習慣直接上網定位 秀出營運成績 來自馬來西亞的廉價航空公司亞洲航空 2009年開航台北到吉隆坡航點 進軍台灣市場短短兩年 台北到吉隆坡旅客人次成長30萬人 讓亞航十分看好台灣市場 目前有台灣航點的廉價航空公司 由亞洲航空和捷新航空 只要提早定位或是搶到促銷票 平均票價比一般航空公司低三到五成 不只想要省荷包的背包客捧場 不少商務客也是廉價航空愛用者 常遇到一些旅遊團 然後常會搭不上飛機 那個航班整個都被爆滿 所以說我們都會選擇 這樣子的一個上網直接就能夠 能夠預訂馬上就可以上位 不過廉價航空沒有零貴服務 全部必須自己上網定位 有通常必須在三個月前下訂 才會享有低折扣 加上上的飛機 所有服務都得加價 旅行業者認為這樣的營運模式 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打開市場 亞洲成長速度可能不會那麼快 畢竟大家的習慣不一樣 需要改變這個習慣 不過看好廉價航空價格優勢 航空市場上也傳出 新加坡航空和日本航空 都有意在集團底下令其品牌 或是以合作方式經營廉價航空 走低價策略的營運模式 渴望讓亞洲航空市場 掀起一波新的價格戰 記者薛壓城堡樓台報導 記者薦 還是佛退